Coffee Break Stories 就是我工作二十多年的真人真事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對你生命的啟發 今天想說的故事是跟婚姻有關的 過去二十多年的工作 因為我們會接觸到不同的家庭 其實很多時候我會認識一個先生的先生介紹太太給我認識 很多都是這樣的 才認識一個老闆娘 其實跟他們交往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我自己都是有家庭 我會明白他們有時候夫妻之間有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事 見到他們很恩愛的時候 我當然是很開心 也都跟我們說其實你真是好好 有一個這麼好的太太或者一個這麼好的先生 因為其實我們見過很多家庭 其實不同時候 家家日本難念的經 其實不同時候大家都有不同的挑戰 沒有說好不好 其實天氣是考驗我們 大家怎樣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很多時候 很多人結婚都是很開心的事情 還有都很期望自己有一個很美滿的婚姻 但是人生說的是幾十年 一對夫妻 我見過最恩愛夫妻 其實他們起碼超過六十年 是不是真的會沒有吵架呢 我又覺得不會 會不會未試過冷靜期呢 我又覺得不是 那你說會不會試過 他們的婚房份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不要覺得很大不了 我都試過那些客人 他們試過分開了一兩年 分兩間屋住 冷靜之後 然後又回到一起了 所以變成了 其實有時候 不要對每一件事的那一刻 而覺得是 好像人生的很大的挫敗 或者很大的傷心 甚至乎不要覺得 哎呀好像沒有了 那個人不行 甚至乎有時候 有很多太太都覺得 我和他熬了這麼多年 又什麼都沒有 到今天好像也有鬧 擁有很多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又會這樣呢 賺到錢的他們又會很擔心 那究竟先生在外面 又和其他女士一起 賺不到錢的 又經常吵 為什麼先生一直這麼多年 都賺不到錢 這麼沒用 或者不聽他說 不去做投資 那到先生那裡 有時候又很怪 老婆逼他們買樓 很辛苦 功德 到幾年後 真是層樓升值 他又覺得自己的層樓很好 他又忘記了幾年前 跟我說覺得老婆迫她 供樓很辛苦 所以變成 其實我覺得人生不同階段 那個團隊就會給一些事情 要我們去決定 每一件事 每一個變動 都有好和壞 不過是看我們怎麼看 你自己決定 那件事的好與壞 那你說 難道離婚就是好了嗎 甚至乎可能有些 又會被先生冷落得很慘 可能結婚很多年都沒有同床 那有時候你說 究竟是不是就是好的夫妻關係呢 以一個名義 大家是夫妻 又是不是真的 這麼有價值呢 那所以現在 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朋友 能夠成為夫妻 都是前世一定 大家有些 有些恩緣際遇 你說來到這一世 究竟你還給他 還是他還給你 還是天派他來 用一面鏡子 看回你自己呢 其實我都覺得 是很多東西的配合來的 經過他 而令到看到你自己 是一個挺有忍耐力的人 挺有愛的人 或者挺付出的人 其實都是經過他 所以變成了 他是一個使者 所以不要太介懷他怎麼對你 反而你是天派他去考驗 究竟你是一個什麼修行的人 其實是令到他幫你提升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你現在身邊的人 無論他跟你喊影家也好 不秋不彩也好 最重要反而是大家健健康康 反而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試過上很多堂的導師都說 其實如果你遇過每一個人和事 你都能夠有些啟發 有些提升 其實當你遇到別人的時候 會有更加好的思維 其實是另一樣的考驗 那你的人那個智慧就會越來越增長 這個是我所有老師教我的 所以其實不要太介意遇到的敵人 不要太介意遇到令到你傷心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來幫你提升成就你的 你想得通其實就是要多謝他 如果你覺得真的都很幫到朋友 將我這個短片轉發給有需要的朋友 他的內容 展示 Bert 從普通人 whatnot 現在ител 體營 那一頓 我們這裡那些技術 海涅 庭